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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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行動目的其實我們就是想帶給香港市民聽 就是我們這群安大律省的同學 我們是會支持香港現在發生的民主 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運動 亦都是我們想表達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這群安省的同學 我們都很支持這些民主和自由的principles 當日行動下午二時開始 不少人帶自製橫額 當中亦都不乏反政府的牌 而在集會場地附近 有一群疑似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聚集 唱國歌慶祝國慶 行動組織成員提醒大家今次是和平遊行 呼籲集會人士克制和冷靜 面對任何挑釁或者不和平的手法 或者任何有physical attack的話 麻煩保持和平、克制和保持冷靜 我們今天來大家是共同目標 支持香港 9月28日 是香港最光明的一天 因為在那天 數以十幾萬二十萬的人 是以出早上街 以和平、公民抗命的形式 去要求在香港實施真普選 同一天 亦都是香港最恥辱的人 因為在那天 香港的警察 是以暴力鎮壓和平、公民抗命的市民和學生 是以國民主賣差 是以國民主賣差 遊行人士由多倫多大學出發 暴行至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遞交請願信 而當中有成年人和家長到場參與 我想問你今天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支持香港爭取普選 你明白這個民主嗎 明白的 民主很重要 民主是一個社會可以繼續向前 令到人民的生活可以自由 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制度 你今天怎麼知道這個集會 在Facebook的那些 多倫多海外支持佔中的網站 所以你專門帶來小朋友一起看 是啊 是啊 我想問你贊不贊成他們這個佔中的形式 去爭取民主呢 在遊行途中有人學賭彩 說遊行人士是中國及亞洲人之恥 最後集會人士在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門口聚集 加拿大安省學生聯會總幹事 Alister Wood為集會總結支持 Democracy is about more than casting a ballot It is a practice and a value that we must practice every single day And you are doing that here in the streets today And the students of Hong Kong are doing that in the streets back home So solidarity to all of you I hope this struggle ends without bloodshed, without violence and in peace But most of all, I hop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ome out on top And that they defeat this election law And restore democracy once and for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由於無人接信 所以大會將請願信放在門口 並在圍欄上契賞黃絲帶 MING PAO CANADA 李宗雫 cooper POP PIKA 李宗雯 我們一生不寄放中 愛有自由 他會派一來自換意 由大人一天自換之道 每天要理想 每天照理想 誰人都可以 可怨 那或派一彈志 Office 也會派一外天自來共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